欧洲人的暗渡陈昌 想不到中国车的破局之战竟然在这里 欧美为了围剿中国的新灯车 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甚至用强迫劳动这样的理由去制裁宁德时代了 而且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欧盟也要开始加征中国的新灯车关税了 这是路透社昨天最新的消息 国内媒体还没有报道 不过意料之中 是不是很常国内卷的钥匙 国外还要给你搞事 我太难了 别急 那子弹飞一会儿 你美国欧盟不是要征关税吗 搞死中国车吗 重新让欧洲车硬起来吗 但是和我西班牙和我匈牙利和我不过来 和我意大利有什么关系 不你们等会儿 难道这些国家不是欧盟国家 不是美国的盟友吗 是啊 因为是所以呢 我特别支持给中国车征收关税呢 这些哥们心里都这么想的 天地良心啊 绝不撒谎 但是还有后半句啊 那就是中国的兄弟们啊 你们看啊 车子卖过来 又是运费 又是关税的 它不划算了 哎 你在琢磨 你也别费劲了 把厂子直接开到我们家来吧 这既没有关税 还没有运费 而且还能返向出口给美国 多香 对吧 当然 哥们儿 我也不是打水炮的货 我们这儿有37亿欧元的产业支持基金 你们可以深情点吗 嗯 说这话的是西班牙 当然了 口说无凭 看 你们中国的奇瑞和宁德时代 也就是CATL了 都已经把产见过来了 靠谱来吧 你又别 等会儿啊 中国老哥 您先别急啊 咱伊德利也有60亿欧元的补贴 了解一下 再说了 我们伊德利都懂的 对吧 汽车文化多到位啊 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 看路透社的报道 现在已经和东风和齐类都开始在谈这个事了 什么状况啊 哥呀 别被罪行人忽悠了呀 啥37亿欧元 啥60亿欧元的都敢跑出来拉克 那不 跑出来招山了啊 我波澜有100亿啊 100亿 同所无亲 对吧 这是路透社的报道 他们产业发展部的部长直接出来喊话了 Ten billion啊 100亿美元啊 而且还可以减税50% 聊什么加关税 傻了吗 我们这里减税50% 再说了 我们波澜当年是承接了很多德国汽车产业转移的呀 好多产业工人来了就能干活 对吧 工资不比那伊德利和西班牙都要低吗 是不是有点20多年前中国各地招欧洲车厂过来 开产子的那种集市感啊 嗯 没错 就是真实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啊 这是路透社昨天三页版的内容 这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了 欧盟在家关税 但欧洲各国为了就业 却在争夺中国新能源车厂 嗯 我用国内媒体的报道 杠精会说 哎呀 你就是在致海 好咯 现在路透社呢 也是英国 甚至是欧洲最大的通讯社发的 你认不认吧 好 我知道有些人要说 那这样子把铲子开过去 它好死不 会不会被那些政策搞呢 来再看一个新闻 沃尔沃集团打算把铲子搬到比利时生产 为的是避开针对中国车的关税 其实我们都知道 啥玩儿要沃尔沃 不就是吉利吗 全资控股的一个中国企业 对吧 这个是英国泰晤士报 在6月9号的报道 标题有 Times Report 这个新闻呢 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 这个方式是可以躲过欧美的关税壁垒 当然有些人肯定要说了 那这样把铲子开出去 是不是减少了国内的就业和税收了 别急 咱一步一步往下说 首先啊 如果你不把铲开出去 国内生产能不能卖得出去呢 很明显不能啊 关税给你加个百分之百 你赚毛线钱啊 就算你和比亚迪那么奇幻 对吧 你可以把成本拉到 加价百分之百 你还有利润 那半年后 他们再加百分之百的关税呢 对不对 你还卖得动吗 肯定不行啊 那到时候那些国内的厂子 只能破产员工事业 同时造成巨大的产能浪费 得不偿失啊 是吧 其实你把产开出去 不代表着不能解决就业 到时候出去的员工赚的 那都是欧元好嘛 对吧 至于税收傻的 卖出去就能赚到钱 咱就有啊 现在是零 这样的案例 其实你只要看华为就知道 华为这几十年 不就是在国外打明白了吗 最后可以去补贴 整个中国的科技和科研实力吗 这个就不用在这里多讲了 最后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路透社的新闻里面 有这个词 Jobs 工作 对不对 这些政府求中国的厂子 开过去是为了就业 换句话说 如果为了欧盟或者美国 再制裁比亚迪 发现比亚迪有30万欧洲人的就业 什么西班牙啊 波兰啊 意大利啊 你说到时候这几个国家会帮谁呢 别闹了 比亚迪一倒 我们家又少了10万的就业 投票不给你投下来吗 对吧 大家都知道 最近欧洲的投票选举 已经投的一塌糊涂了 对吧 感觉就要变天了 甚至 这最后一点 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为啥呢 现在很多我们被制裁的时候 就非常的被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少了一些真正利益到血液里的朋友 什么叫利益到血液里面 比如这种 对吧 你老美制裁我 结果波兰损失了 而且还是损失选票 损失就业的那种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博弈 中国车现在确实很难 甚至他们给咱设了一个局 你现在把产能搞上去了 如果卖不出去了 那伤害极大 这个局我们必须要做 而且也必须要破 还是那句话 新能源之于中国 既决胜负 也决生死 而破局的那个点 可能就是走出去 不怕 真的不怕 因为优势的不是某一两个点 而是整个产业 只要这个行业往前面去走 挣钱的一定是中国行业 中国企业 对吧 最后来用你们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如果你也希望第一时间看到 这个破地球上最新的商业和财经的内容 作为一个严谨的财经博主 会给你们做这些内容 来得一波关注 对吧